繁榜的桃園國際機場 一年有近26萬架次航機起降 旅客能順利完成航程 背後有一群辛苦付出的機場人員 空橋就是從後期市 連結到航機艙門的活動通道 我們就是航機到達前10分鐘 人員就要上橋上待命 等航機停火引擎關閉以後 操作人駕駛空橋靠上飛機 讓旅客下機 桃園機場總共有72座空橋 加起來比四栋101還高 每天有超過12萬人次從裡面通過 為了迎接空中巨5把A380 桃園機場特別打造 34公尺長 8公尺高的智慧空橋 A380又因為它是雙層航機 所以我們又多了第三橋空橋 第二橋是靠在航機的第一層 第三橋是靠在航機的第二層 二號橋跟三號橋很接近 所以操作的時候要很膽大心細地去操作 空橋作業不只服務旅客 也為航機接上地面輔助的電源與空橋 讓機務人員檢查飛機 或是地勤人員清艙時 有電可用 有空橋可吹 當遇到強風來襲 機場人員必須加派更多人手 將航機和空橋妥善地固定與防護 目前淘機各個空橋有安裝風速器 所以我們會依風速器到達的風速 然後去做適當的防護 我們是全年無休 台風電腦就要擔明 因為我們最大使命感就是說 國家的第一個門面 讓國外的旅客來台灣 第一個接近就是我們空橋 空橋是旅客下機的第一里路 桃園國際機場持續前進 推動第一二航廈 喬器喬店太舊換新專案 從亞太區其他588個機場 脫穎而出獲得分組冠軍白金獎榮耀 成為全球陸機場的良好典範 有空橋是旅客是旅客的 嘅說來看一下